两位鬼大哥 我现在是有罪之身 全靠这枚丹药 才有炼灰玄英宗 回日升国 不不妈妈的 我的手 你这家伙 你这家伙真恶心 这下 我可没了品尝这枚仙丹的性能 进去了 那就带回去给饿回 怕拿到了 你开心可能还会奖励我们很多好吃的 回去 心目中完蛋的消息吧 好的 喂 你快看 是他 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不是被宗主他们带走了吗 他好像已经是首席弟子了 这次见了太上长老 莫非是被认可了 他没事 娘 天啊 爹他 小迟你很喜欢他吧 嗯 但我们不能继续和他产生关系 不然只会拖累他 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小迟知道了 对不起 燕寒 燕寒 外 外婆 燕寒 现在情况有变 丽天元身份不一样了 你就留在宗门内吧 不要回云起风了 回家看看吧 见见见你爹和郁暖 果然 以太上长老的性格 肯定求着他教导几个学生吧 我看一眼爹 就带小迟回云起风了 为什么不早说啊 太爷焚心术不在你手上 我说 你们信吗 那你也没必要向玄音宗彻底宣战吧 敢盯上我女儿 我不该把他们连根拔起吗 不可是太上长老都想拜师的人 真狂啊 我劝你一句 有些东西不能乱碰 你什么意思 剩你一会就过来 剩下两名弟子 你也抓紧挑选吧 公子 出来了 马云师兄 这次通过乱心动的人 全在这儿了 恭喜诸位通过心目宗第二轮测试 今日起 你们便有资格成为我心目宗弟子 变主啊 这孩子喊着不错啊 信念坚定 一往无前 根本没被这乱心动脚了心神 师父 你们将会被分配到杂医院 一个月后你们通过资质测验 就会正式办理演武行 供马 公子 有三只魔兽 这难道是东黄里里的魔兽 竟然跑到我心目宗山门内了 好重的攻击 完了 你是圣语 圣语 圣语来了 姑姑 这畜生实力不俗 我们得合力才行 嗯 你们先挡住另外两只 我们解决这之后 马上过来 好 王恒师兄 保护他们 另一只交给你挡住 他们刚通过失恋 还不会任何攻法 真是麻烦 根本不是这魔兽的对手啊 没必要为了这些 还不算心目宗门人的家伙拼命 我去禀报宗主长老 让他们出手对付这些魔物 王恒师兄 真是个脑肿 出手吧 嗯 公子 面对这魔兽 小夜可没有手段保护自己啊 我要让他死一次 记住下面那个灵魂 为其之时运转他 他在附近 公子 你莫非是想 准备一下 用感同身兽 将我与雪月链接 公子 让我来吧 我自己来 茗玉 我们开始 嗯 这就是 死亡吗 不要跟着你 拿去一起玩 杂套 狗狗狗 狗狗狗 一起想念 狗狗狗狗 别闹一起走 一起想念 好 哈哈哈 两个给我等着 明天我就叫我爹打死你们 吃饭了 娘 怎么了 我吃过了 娘 我不是太饿 你帮我吃掉点吧 我也是 不好意思啊 这个月口粮送的迟了点 不过 就是这不要脸的圣女 带着这俩小畜生 饿死了也活该 不许你这么说娘 我尽管了是吧 还敢 还敢 都给我老老实实 我都连这点吃的也不给你们 娘 你没事吧 没事 王师兄 照你的吩咐 借机打了他们一顿 好了 该轮到我去献殷勤了